经过了一年半的持久装修 迎来了一个大喜的日子 新家已经是出具规模了 今天的开荒保洁以后 就不像是工地了 网上找了一个偏贵的一个保洁公司 16块钱一平米的保洁费用 三千两块钱吧 博士广告 效果好 我可以推荐大家 不足的话 我也可以给他们指出来 请大家放心观看 新家是全屋通库的木地板 之前我也请过很多保洁 他们在达到卫生的时候 我觉得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对水的控制不是那么的严格 走一路洒一路 木地板的话 很有可能后期会出现变形 发动 第二点就是玻璃窗框 可能会出现轻微的花伤 还有一个就是我发现的话 水泥的地方很不容易弄下来 交界点这些地方有很多的灰 不容易清理干净 就看他们最后细节 有没有达到我的要求 最后一点 马桶的消毒处理清洗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从早晨10点中不到进场 现在已经晚上的8点13分 10个小时 有没有达到我的预期 先往左餐厅的位置 然后我们的厨房 现在打托得很干净 厨房并不打八点几个平方 不到九个平方 西出的倒台 打托得还是很干净 随便摸一下 墙面都是刷了 地板大家看一下 是那种有带纹理的 灰尘进去以后 特别难清理 客位打托干净以后 蛮惊艳的 比较满意 大的客厅的位置 这两扇推拉门 当时没有保护好 水泥 胶 石膏 镊子 下半截忽了很多 光洁一新了 这些地方 刚才保健人员说的话 这个地方确实已经 打扎不出来了 因为有的地方的漆 是被挂掉了 转角阳台也是 基本上没有什么灰 这些地方 都是擦得很干净 进入卧室的 相当于是有过厅 但卧室还比较暗 检查一下这柜体里头 摸一下柜门 我可能是 礼貌检理 比起我之前 请的那些开荒宝 觉得做得要精细很多 确实蛮干净 然后马桶 专门去检查一下 很干净 做得很仔细 白天的话 看到哪些地方 不满意的话 他们都可以 再次上门来处理 他们是一共有六个人 一共干了十个小时 很巨大的一个工程量 其中有一个小伙子 镜头来 他那天一天的工作 就是负责这两扇玻璃和这两扇玻璃 以及门框 第二天我发现两个卫生间的墙面 没有擦干净的痕迹 我们的生活阳台残留的水泥的一些痕迹在上面 然后地板很多这种白色的痕迹在里头 里面有很多的灰尘 最后的呈现的效果 打没打到打扫一次就可以关家入住呢 基本上能够达到百分之八十吧 另外百分之二十的话 可以你住进来以后 他们再来进行反攻 还有一个客观原因 在打扫的过程中 空气中会有一些粉尘 又会降下来 多少还会有一些灰尘 也能给个赞吧 工作了六十个工事 这个是我没想到的 态度很好 及时的说是回复 免费的进行再一次处理 一分价钱一分货 还是物有所值的 打扫的干净程度 比普通的保洁 细致很多 售后 我觉得的话蛮好的 如果你工作比较忙 尽量还是选择这种比较贵的 带有售后的开房保险公司 别省心把我们的这个时间精力 投入到更重要的事情上面